比赛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推上了 邱长军的中投没有得手 6号伊弗拉辛的突破 这是造成了韩国队队员的犯规 双手犯规了 这些打法就是韩国典型的打法 外围拉开内线上来演过党参 刚才那是伊弗拉辛的9号 然后弗兰吉 防守的时候犯规了 弗兰吉也是上届亚锦赛 一般队队的队长 防队一次失误 底下点交给文景吟 这个球并没有进 在开场一分半钟之后 那么终于是由里班队队的中锋 约瑟夫沃格尔呢是先取得2分 晋州城的中投 这一段时间似乎韩国队的进攻 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 两个队都打得比较拘谨 都没有找到更好的 能克解对方的方法 所以处理每一个时候都比较谨慎 说明这是看出两个队 都非常正确 对 那么在上一届的亚锦赛呢 刚才宋志导也提到了那场 韩国队和黎班队队的比赛 由于黎班队队的防守比较硬朗 打法比较粗广 所以韩国队当时是非常不适应的 好球 两分是有效的 所以说这个文景吟是 非常出色的投手 是 不能给他机会 你这就 宋志导这局中杠呢 可以说一定是要让中国南篮明白 双方的是战争2比2平 我们看一般队队的篮板球应该说保证的不错 比巴顿队的防守还是很继续 像刚才那个投篮 一个封完以后 第二个接着有封了 就果然很轻易的出手 这个球上的两个裁判员之间的判罚出现了偏差 好球 得分的是4号邱生军 韩国队这个反击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他没有盲目的处理 找到非常和解的机会这种人 李向敏犯规 李向敏本身也是一个投手 他在这个阵容当中是串演组织后卫的角色 那么在福山亚远会上正是李向敏在亚远会半决赛 他在对菲律宾那场球最后2.3秒钟投出一击超远距离的打板三封 导致了韩国队进了决赛 对 这两个队我觉得如果谁先放开能打出自己的特点 每个队的球生机率也非常大 这是二中锋李归械 一记三分球入仗 好 最方马上回敬一记三分 正向宋志尚所说的 正向宋志尚所说的 的确两个队今天是棋逢对手 的确两个队今天是棋逢对手 文静静又有机会了 好球 接连的三分球投出 好球 好球 韩国队的防守就下了 金州城 好球 好球 孙志尚您看韩国队这一段的快攻 应该说落得非常好 对 他这个快攻节奏 反击打得非常有调理 对 因为刚才就我讲 每一个配合当中 他跑动当中 机会是最终 谁的最佳 他交给人 不会说盲目处理每一个球 而且包括像刚才这种快下 这是二中锋李归械运球 跟上呢 金州城跟他下的是一样的快 而金州城是一个中锋 身高2米05 我们想如果是我们的 二中锋 大前锋 包括中锋 要是能有这种速度的话 应该球是打得更错的 他两球保证的不错 现在韩国队可以稳下来 继续打一次24秒 这种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虽然他也可以强行上篮 但是看到对方 看到我们就封上了以后 还有一个中锋 机会更好他就防得起来 好 两个人 这种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虽然他也可以强行上篮 看到我们就封上了以后 还有一个中锋 机会更好他就防得起来 好 两个人 但他就必须要暂停了 又是一次传击球的失误 文整形又有机会 新队城的篮板呢 应该说在和沃格尔的对抗当中 占据了上风 沃格尔想裁判是失忆 金州城有犯规的动力 有推人的 现在黎巴嫩的进攻 一直没有解决好 他们打得还是比较死的 在固定配合当中 每个人之间 相互之间 都暂时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黎巴嫩还是没有解决 还是进攻 打得比较呆板 失误的话 一呆板 韩国正好落入韩国队的圈套 韩国队的换用手法 就让你扎成堆 他的手脚非常快 来承断 来制造你失误 他打反击 黎巴嫩人现在应该是非常想念 他们的头号大前锋 卡迪布 卡迪布现在正在美国 他已经跟 洛杉矶快船队签约了 这次他并没有来哈尔滨 和全队呢 一起征战亚军赛 两阀中一 现在呢 双方的比分差距是8-3 好球 一向比较全球不错 但是这次韩国队没有打劲 有点犹豫 在韩国队的身上出现犹豫这种情况 大很少见 对 对 非常的可惜 这是黎巴嫩人球员的身体出现 对 当时呢 10号文景寅他是在溜底线 对 而且是没有任何人盯防的 所以大家看到 他们这个跑位跑动非常激 而且自己在寻找每一个机会 不是在等待机会 底线已经打出交叉了 看球双军好球 好球 这是韩国队的特点 拿球以后 他在接球的一上 他已经做好的准备工作 没有过多的多余的一个准备的 他又是一个造成对方失误 现在韩国队自己 自己控制节奏 非常稳定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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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李向敏的进攻处理呢 好像不太合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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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双军这已经是连续 在同一个地点呢 得到四分了 对 刚才讲到就是韩国队 他的传球跑位 非常地手势 但是自己在寻找机会的同事 也要给同伴创造机会 这就是一个团队的 来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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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 好球 李边队队也是非常可惜 这个球其实防守防得不错 对 但这个9号弗兰吉呢 是正好是脚站在街外 文景延犯规 但是我们看这时候田长阵的情绪非常激动 他已经冲到了记录台前 这个球确实是双方争夺的也比较激烈 这个时候韩国队是请求了暂停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第一节比赛还有47秒4的时间 两拔两中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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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拔两中 好球 但是这种内传内的配合非常到位 他两个人的两个中东之间的默契非常好 一个人往里压 另外一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个球非常及时的能够 比分的是22比10 现在第一节比赛上来的时间不多了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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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成功地防住了 黎班旦的一次24秒为例 但是韩国队的三名教练员 都在指责这个 为什么24秒之后这个时间还要走 那么这个球 他们是意识要回表 穆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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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自己也是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确实是太短了 只有0.8秒的时间 我们现在第一节比赛已经结束了 22比10韩国的领先 我们在双市休息之后呢 我们继续为您转播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中国男篮仔和黎班队的比赛当中也没有做到这样的防守 第二节他们换上了他们的主力组织后卫 15号金胜炫 另外呢 还有他们的投手 12号梁喜胜 那么韩国队的一个传统呢就是他会把12号这个球一 给每一届韩国队投得最准的人 上线的是三分王梁耕民 好球 这是比赛弹队的13号 背赛巴拉 这个球呢尽管进球无效 但是我们看这个 正像宋志老大第一节跟我们介绍的那样 那么韩国队都处理了 这个球的队员啊真的跑位是非常的合理 而且是非常积极 这是他们自己在自己创造几乎队 好球 金胜炫呢由于身高比较矮 看没好球非常的漂亮 他自己没有在篮下呢一位的强打 你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 他马上把球带到外线 你看没有人防守 你看没有人防守 安卧 前面 太阳太阳 来看没有人anda 太阳了 coverage 数之后 inspection 一般队销 另外一个队销 是成 selves中的走 8号 把货莱迪恩 金城墙的突破速度非常快 非常地漂亮 先问我这间的默契 小个往里插的那个大个叫跟进 不会像我那只 金城墓剑小 后卫插的那个大个都根本不叫走进去 金城墙上犯规 现在他已经是个人两次犯规了 这次韩国队的篮板没有保证好 12号在打中国队才是抢 追成 李贵姐一个犹豫 险些是被对手钻球 好球 杨喜胜 好球 好球 非常漂亮 这段进攻完全成了韩国队的表演 比赛的差距也是扩大到了16分 31比15 我们看是韩国队的金城墙被对手撞倒在地 好球 这个时候 8号法和莱迪恩根本没有上场多长时间 李贵蛋的主教练又把他换了下去 实际上呢 14号金城他在这个场上的位置是中锋 但他实际上一般都是打大前锋的位置 作为大前锋或者二中锋的应该说 韩国队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特点 虽然他是中锋 但是韩国队没有固定的 他没有一个人去战死 他都打得非常活 就让你感觉不到 他到底这个人的位置是站在哪里 没错 金城墙看下来投篮又进了 这就是韩国人的特点 每一个点他都能有压力 他都给对宏教征压力 他都有得分的机会 他不是说单独的几个点 所以我们在和韩国队的主教练 田长震在聊天的时候 田长震自己他就说 他说 我们说让他如果他挑中国队的队员 除了姚明之外 他会挑谁 那么他说我会挑巴特 那么别的人有没有考虑呢 田长震自己说说没有考虑 因为我已经有最好的前锋和后卫了 我不需要你们中国队的任何后卫 或者是前锋 韩国队的场面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大家都说韩国队打得非常快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韩国队的快是在他的变化中的反正的 他的节奏 因为车快后卫就他的这个 在场上的节奏性控制得非常好 不是说一位的一个车快 就全部都是快没有了 慢下来 或者是光慢不快 在这场上的变化 所以大家感觉摸不透 他到底是快 所以大家感觉到 韩国队变化多多就在一起 实际上韩国队的这种 对比赛节奏控制的变化 也值得很值得中国队学习 这个球没有判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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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值得上去的一次判罚 这个时候荆州城要注意了 荆州城已经是三次犯规了 这上半场还没有结束呢 拿过这个教练已经考虑了 赶紧换赢了 换上五号微笑恐龙和盛阵 但是和盛阵的能力呢 应该说要比荆州城还是要差很多 他毕竟是打篮球的时间还不太长 对 技术动作还不是很成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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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好球 6号 李贵汐 我们看除了内线的中锋之外 实际上韩国队可以让每一个人打组织后卫 大范围的扯动 邱生军又是溜底线 这次抢给何盛阵的时候被对手断了 看到他的14号队人一下子以后 他的威力就小了很多 这时候韩国队也是准备换人 换下4号邱生军 8号邱生军 邱生军 邱生军也是参加过上阶的亚锦赛 和去年的腐山亚运会 3号邱生军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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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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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7号罗尼法赫德 现在速度非常快 但是何胜镇跟不上 4号罗尼法赫德 2号罗尼法赫德 而且我们看这个 在该抢篮板的时候 和尚镇并没有回到后场 对 其实和尚镇上来以后 它5号队对韩国队的作用力不是很大 韩国队它是一个一种穿插跑动为主 它上了以后反而使它的打法有所转捲 但是你发现他连续两次失误 都是放给咱们 而且他自己本身 达不到他们这个堂固队 整体的要求 还没有跟着这个整体 运进去 对 而且他带了一个 黎巴嫩队 反而我觉得更有幸运 因为黎巴嫩队不怕这种高大 反而怕这种灵活性 那么在开场的先发五虎当中呢 现在场上只留下了一名大前锋 也就是6号李龟谢 其他四位球员都是被换上来了 他们的主力现在已经 这就是韩国队刚才就我这方面 从那进攻防守也是变化过的 他突然改成了半场阶 半场防守突然改成了全场夹击 是黎巴嫩队的那几次失误 黎巴嫩队 我们看冲上篮板的意识非常积极 好球 比方战队这次应该说中锋落这个快攻吧 赶上得也不错 唯利 这在黎巴嫩队好像找到了一点感觉 对 比分也开始追上来了 现在双方的差距是9分 那么在上一届亚锦赛的时候 韩国和黎巴嫩队相遇 黎巴嫩队是自始至终保持着 是微弱的领先优势 直到中场是上了3分 双方诚到球的时候犯规了 裁判判的是推人 是7号罗尼法赫德 罗尼法赫德 罗尼法赫德呢 他是上届亚锦赛的时候 黎巴嫩队对韩国的那场比赛 黎巴嫩队得分解决的球员 这样的话把比分差距是追成 只差7分 4秒 这一段情绪受到了一些影响 有时候进攻的也是处理得也点简单了 对 好漂亮的球球 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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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隐的三分九 又进了 对这关键九个不能给他有机会出进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 中国队的主教练 蒋生全指导和他的助理 张文军指导 包括福领队 白喜林的 都已经是来到了主题台 就在我们的解剖系旁边 也一起观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三分九 这场比赛 now 全球有出现了偏扎 协瑟夫过分 这个球如果打近的话 我们韩国队就要交三平了 对 这就是关键球的处理 有点我觉得 对 这个时候我们还得换一下何正真 因为何胜镇真的是没有用 对 换上他们的 11号老将面具人李昌秀 李昌秀今年已经是34岁了 训练当中他已经受伤 带了面罩上场 李昌秀这次由于是盘龙队 内向齐缺 他的徐章军没有来 包括像玄周晏 像这个 全喜哲都没有能够 来哈尔滨参加比赛 都是因为有伤 所以不得不招这样的球员入队 这时候 应该相应的 我们找不到何胜镇的那样 对 所以田长正呢 他在这个 场下也跟我们说 他说我看到你能有 姚明和巴特 我真的是非常的眼馋 看练了 脸上正完尔滨参加比赛 二阀没有中 现在换上李昌秀 换一下均生炫 好球 要是卡出机会 对 这就是他们那个小个儿的韩国队擅长的打法 韩国队只要跑动起来他就能掌握机会 刚才看到5号上了是他的打法受到了制约 现在在我们解说席旁边的韩国球迷 我们现在高唱的为韩国队加油的歌曲 应该说这种歌声在世界杯 包括像亚运会的赛场边 都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 好球里威胁这边又有机会 但是没有投进 但是机会是出来了 机会出来了 还有我们看第二阶比赛还有不到10秒钟 金领泽 实际上李昌秀和李龟谢两个人都是1米96的身高 16 好 这样的话呢 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韩国队是以43比36 7分的优势领先于黎白嫩队 那么观众朋友们稍是休息呢 我们继续来欣赏双方在下半场的比赛 来吧 双方! 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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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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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州城第一次呢 投篮 应该说就他个人而言 这个球是偏的比较大 这个刚才讲没了点犹豫 应该是不知道考虑 是空间还是打本 对 对 台湾球控制得不错 好球 漂亮 这就是韩国别刚才讲 内线的转转 好动好位每个人当中 他的小配合非常细 对 金州城这两个球 篮板球都控制得比较好 好 这个是文景林的一次失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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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见识于放松 对 只能拿久稳这球 不应该这个球 李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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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的这一段进攻呢 打得都不是太稳 你除了刚才金州城那次靠篮 那撑得上是韩国队很经典的配合 对 踩持不进 有点乱 我觉得韩国队这个内面 他还是没有节奏没有掌握 他这特点没有打过来 这边要是掩护之后 头三分进了 7号罗尼法赫德 如果韩国队 他这个进攻节奏再掌握回来 打不出他的特点 我觉得他这样就非常危险 尤其是他的队员 实际上心里都有这种压力 99年至今 关键场子都没有赢过李班的 对 6号伊普拉新犯规了 算 算 算 5名 5名 3 преп 1 3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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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次输 法科德把球打进 现在双方的比分差距已经 8分了 看看韩国德是不是要加调停 这个球还是咋了 黄国队这边就刚才看到了 处理球还是有点急 没有打出他的特点 他的机会还是比较吵着 又进了 三分球 这样的话双方只相差一分了 文静寅这一季三分很关键 没有进 唐哥队处理就有点虚拟 他这几次机会都不是非常好的机会 这样的话黎拜登队领先了 反超一分 第三节比赛呢 还有不到六分钟的时间结束 还是不进 韩国队的教练呢在失忆 队员的退防要快 这是本季压景赛开赛以来 韩国队的队员第一次五个人站在罚球线 这个地方呢来讨论战术 韩国队这个时候呢 也是在可能会在战术上起一些变化 那么换下了九号金炳哥 换上八号方承云 韩国队换员上呢 可能会带着教练的意图上 我想韩国队可能在防守当中 会有些变化 韩国队就是以变化多顿 而自成如果他防守 一变化以后给 韩国队造成压力 对方失误 他的几次领先都是在对方失误的形象 打反击 鲁龟卿是两发两中 能马上改成全场 全场夹击式 但退防要快啊 好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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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e 这个好球 先赶不住啊 老实误出这种错误不太应该 可能也是这个想 比文比较稀采 希望比文加利还是 这个 文景延曾经参加过这个 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 当时就是他一次手机 把这个龙小斌的眉头打破了 两分有效 这个吹法也是引起了田长阵的不满 一边慢动作 的确是反归 对 有压人的动作 这球没有什么争议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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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波队现在的打法有点乱了 他在强项里是跑动相互之间的演奏 一穿插 反而他现在成了一个人的强踪 对 这不是他擅长的东西 对 对他看出他们的队员情绪有所变化 急于得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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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比47 黎巴弹队领先一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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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非常服務 マン 好 插 神兵阁 发洞 走 ко 霍 你看到韩国队现在投篮有点 对 好像是信心不足 这个 这样的情况 似乎不应该出现在韩国队 对 这个事 对 刚才讲 他们心态发生了变化 有领先 倒是对方领先 好球 我们现在看 韩国队是三线快锅 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同事 防守还是非常积极 这是他们的优势之一 对 好 我们看这个时候 7号法赫德已经是四次犯规了 现在他这个犯规的危机 是要远远比荆州城严重 刚才讲的韩国队的特点 就是变化多分 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 他都是以变化而组成 好球 嗯 他甩用的佳击者的方法 南京 南京 韩国队场是320 现在才是变贯了 变贯320王队 三分之后距离很远 但是篮下小个子把篮板抢到 已经是24秒为例 这次宋世道尽管这个韩国队的进攻 可能刚才比较乱一些 但是他们防守这个优势没有丢 对 就是跟他讲 他的防守变化 三分之二的夹击 到回防的三二人防 三分之二的夹击 脚踢球法号方承雨 pulls 冷 好球 好球 三分球又命中了 出手非常果断 对 李向敏的突破 还是没有能够拿到森树 你从一个意义上说呢 李向敏突破 这样选择自己突破 多少是由于 在其他队员那个 得分福利的情况 对 就刚才讲过于想得分 韩国队又出现了失误 这段他们的进攻 确实是比较急躁 李归蟹又是一次犯规 而且这个球是两分有效 还要加盘 李归蟹四次犯规了 今天看来韩国队是 但是想要进入决赛 难度确实是比较大 他们受到的这种阻碍 确实黎巴嫩队今天非常凶 对 黎巴嫩队现在打法上发现了 5号队员3分9外围 很左端头 他现在把韩国队的防守阵线拉开 内线他是有机会去强攻 他现在把韩国队的防守阵线拉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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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第三阵比赛呢 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结束 带球撞人 可以看到韩国人这些队员 心里非常急躁 都想急于得分 对 相反迪巴嫩那些打得非常有功 控制了他 情依控制非常的好 他的相互之间的导手 带球撞人 图达根这也是全场领防 保持了这个三分球很关键 方承远 投篮是坚决 出手非常可散 一分是相差两分 这个刚才讲的 他把韩国队的防守拉开 使那些有成功的机会 韩国队擅长让你扎堆打乱仗 他的下手很快 小动作很多 他拉开以后 身体一对一的情况下 这球不容易下手 对 13号巴拉第一伐重了 好球 这就是韩国队擅长 他跑动穿插开以后寻找机会 好球 这就是韩国队擅长 他跑动穿插开以后寻找机会 好球 这就是韩国队擅长 9号金炳卓 9号金炳卓刚才又是一记三分的打比分 现在追成只差一分 拿走 比方队这次进攻也要是力求成功率 好球 这是韩国队呢 这次防守做得非常到位 如果这一次韩国队呢进攻打成的话 是韩国队擅长 那么将把比分反抄 又是金炳卓 但是这一次三分没有进 这时候我们看他们可以把时间耗光 要完成一次成功的进攻 给金中城这边有机会 好球 这样不但是耗光了时间 同时也把比分反抄了 57比56 那么双方稍事休息 准备进入最后一节的比赛 还有一个比赛 没有 最后一节的比赛 我们公开的比赛 用标准备进攻打 这个比赛 特别人转换 福利 如果将第三阶的后半段死打了一下 这场就算一下 第三阶段可能是非常大 在第三阶段 实际上 黎班车队并没有用他们的主力中锋 约瑟夫沃格尔在打 我们现在看第四阶把他换上来 能不能够有所优势 好调了 上来就是一字中投得到两分 后转身的打本 非常漂亮 这个球距离很大 看方承远 又是一记三分球 这种三分球的命中率 的确是高得令人可怕 感到可怕 机会你只要给他 他就能把握住 这个球断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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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子突到内线 利用分球 实际上金胜算这个球 他们并没有选择自己去讨篮 对 这就能够打算 但是小胖子又把篮盘抢到了 这似乎更像是安排好的战术 但是金生在自己突破的时候没有得分 防守现在非常严 韩国队的特点叫密集型防守 好 写外线上5号头3分 球进了 现在双方打成61平 刚才准备了这个 离完的那种5号三星非常有威胁 保动穿插 这球金兜成是正好拍在对方的怀里 这个球实际上是走步 对 约瑟夫沃格尔确实是走步 刚才那是一般队队的6号伊弗拉斯 在回抢的时候犯规了 他也是次次犯规 他也是次犯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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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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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比61 蓝盘 哇哭 一 刹过这个人 他希望他能够找到更好的特决 глаза 然后 对 冰准着 金中庄这样的保护篮板的方式 确实是 对 他在自己没有拿到 就是百分之百拿到的情况 他就是点波 把什么点波给自己的 对 非常聪明 对 就是唐哥 好 吃 韩国队的点 赢了点赢了 好像这是双成远 准备出 谢谢 竟然是两罚不中 看过来这次冲冲冲冲 刚才跑这个掩护 又是方程云 但是这次投篮可不好 对 机会比较免强 金州城也是认为 这个球对方呢 鼓励中锋卧格尔 有一个肘击他的动作 我们再看一遍 确实是 但是这两个人对上 能动对手就很难吹出来 对 看来韩国的这个心态 确实变化还是比较大 篮板拿到 发动快攻 好球 我们看从篮板落进攻 那么一气呵成 处理得非常得当 好球 这球出离的也是非常合适 没有机会就这么多 好球 他这个挡猜打得非常漂亮 对 金州城也是认为 这个球没有吹对手 打手万规 他非常的气氛 我们很少看见 金州城在场上这种表现 老板球又拿下来 现在黎巴顿打得太单调 对 全部都在赞数 正好上了这个 韩国瑜的这个 中在圈套里面 他在西方里面 哎 这一球 漂亮 非常盲目 好球 黎巴顿队我想 应该要赶紧叫赞数 对 稳定情绪 对原先我之间都在资格 好球 要一次的抢断 反手上来 好球 果然叫赞平了 如果黎巴顿队在一味地追求强攻篮下 这两个很危险 他5号的特点没有发挥什么 韩国队很冲动 他的5号 帮黎巴顿的5号 一个人专门是冰房 韩国队法顿 非常急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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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得自己做内线 我们看这个球 居然是判荆州城犯规 荆州城防守犯规 这样的话五四犯规 被罚下场 是荆州城 在动作里看到荆州城 是有压人的动作 荆州城表现得非常不理智 但是韩国的教练组 显然是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从第四节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让李昌秀 在场边做活动 因为他年龄非常大 可能要提前很长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做这个准备的活动 韩国的过友 他现在是给裁判员制造压力 其实他每个队对队员 大家可能就要想 但是心态没有发生太大的队 对 直接给对手跟裁判制造压力 这个荆州城这么快的犯规呢 应该说也 我们也多少出乎我们的意料 对 两罚中一 而且是五分的差距 这时候金州城被罚下了 韩国队倒有可能就 把这个情绪呢 可以说是稳定住了 对 韩国队打得非常耐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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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Formula 1 高手 在这次的一次 这次的第一次 可能解决吧 李贵仙拿球 自己先碰杯 他在这次的第一次 比较快点 这个时候呢 韩国队的两名老将 李向敏和文顶银 还是没有上场的 好球 又是李贵谢 我们在上一届亚检赛的 争夺三四名位比赛当中 正是李贵谢 加持在最后一季一秒钟的出手 我们到韩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而且那是一个三分球 双手放追 28号双成云 好球 这是约瑟夫沃格尔 那是扑到篮下 对 直接从滑球线插入篮下 对 好球 这是约瑟夫沃格尔呢 是扑到篮下 直接从滑球线插入篮下 leisure 真正注意每一次进攻 一次 刚才13号球员那是 两伏 二伏 这一次应该说是肯定情绪了 这次是两罚两中 看他的团队这次进攻 角落 眼部 外围 方正允这边逃出机会 但是没有投进 这次是谭华乐教练走 一直是一直走过来 但是台湾没有追罚 我们看这个时候 11号李长秀已经摘下了面具 三分投篮犯规 我们看是不是三分投篮 三分 三分 才把人比了三分的手 八成三次 你这样的话 如果三次都进的话呢 又是四分的差距 李华人对这个 非常不理智 这个时候我们看 还剩几秒的时候 这韩国队他就要制造你犯规 这韩国队惯用的战术 就最后几秒 他不是投进 是刺激 他先制造你犯规 我们还记得这个 今年NBA全明星赛 这加持赛的最后一刹那 科比顺手扔出一个三分 那个时候就是说 晓鸣你不犯规 他也不可能投进 对 金炳卓这个球也是这样的道理 对 时间不多的情况下仓促的一致 你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 还要想着去盖帽 或者是贴身的防守 你只要封住脚 就完全没有问题 只遭受一下干扰 对 我想可能韩国要产生全场的夹击防守 但是拔进了以后 果然是全场的这种逼强 叫篮下 好球 现在要处理好每一个球 一个球就是可能会导致这个队 对 失败了这样 好球 现在要处理好每一个球 一个球就是可能会导致这个队 失败了这样 好球 好球 二十四秒为例 对 这回黎巴嫩没有上当 对 全部都是虚幻的动作 没有真正上去去抢这个球 所以我们说这个吃一欠掌一致 好球铃ers啊 好球铃ers啊 卡廷 全场领皇 对 对 全部都是拉开 韩国队 全部拉开 再拖延时间 9秒 拖延 拖延 还没有到 他一般都是在最后2到3秒就拖手 失误了 这样的话呢 全场比赛结束 双方打成74平 那么必须要进行加持五分钟的比赛 中央电视台 黑龙江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我们为您转播的 第22届三精制药杯 亚洲南丸几秒赛 半决赛的第一场 韩国队对黎巴嫩队的比赛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加持赛 双方在全场比赛当中呢 打成74平 黎巴嫩队 黎巴嫩队 5号队员拿球 反规 防守 反规了 阻挡犯规 那么8号方舟友呢也是四次反规 这样的话呢 韩国队在场上的球员有两名是四次反规 其中 包括他们的已经被罚下的中锋金州城 这就是刚才讲的 你只要不扎堆 韩国队这个奔规的很容易被抓到 如果扎在一起 就当队的动作非常多 对 约瑟夫沃格尔 这个曾经和 与他爵士队签过约 包括对新疆广惠的效果力的球员 在上次上届的 在压锦赛当中 对韩国队的那一场比赛 他在三次关键的时刻 盖掉了徐章勋的投篮 从而保证 迪班达能够击败韩国队 刚才他是两罚中一 好球 机会把握得非常好 对 又是方程允 对 一个溜底线 利用自己的队友做一个掩护 而且出手非常坚决 在他们的手中 这个头三分 似乎要比头两分还容易 对 再度打成七十七平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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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归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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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今天真的可以说是肉搏战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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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进冰冰房子 因为时间并不多 金炳哲第一罚重了 这个冷板球也要控制 韩国队的冲想意识非常强 全场的领包 韩国队这次防守又是起到了效果 我们看不到五秒钟的时间 这个时候尽管队员可能有一些情绪 但是我们发现田长震 他却在责怪自己的球员 对 他并没有在指头采判 这是判冲观察 我想他指着财队 指着财队对裁判的一种压力 对 没有真正的 李龟谢的犯规 我们看李龟谢这是五次犯规 五次犯规 这样的话韩国队 另外一名内线球员李龟谢 也被翻车场了 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田长震 他没有换上和胜震 他只是换上了秋生军 也就是说仅仅靠李长秀一名老将 在内线支撑 对 刚才讲到他那个五号 在他们队里的作用其实并不是很大 而且韩国这个打法就是以跑动进攻为主 他是互相的穿插眼部 现在是一分的差距 还有两分半不到的时间 反反球李长秀保护得非常好 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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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方承云 小哥的自己冲向篮板球 他就是看到韩国的那个冲奖意识非常好 对 金敏哲带头三分还是没中 罗尼法赫德 很贵 大不了 非常可惜 米狼 冲 米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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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进了 不过还有一分35秒的时间 还有机会 对 一分的差距 失误了 现场的失误是非常致命的 但是我们说 黎巴嫩队这样的失误可能更致命一些 球进了 漂亮 81比80 这就是一个球员的精灭 这韩国队相对比黎巴嫩队还是老道一点 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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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hero 突炒 约瑟夫沃格尔罚球 他刚才是两罚中一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罚球 果然第一罚又没有中 第二罚中了 他刚才是如出一辙 现在双方再度打平81平 这次的记者还一定要把握住 又是让方承远找到机会了 还是方承远 球定了 这个三分球非常的致命 我们看一看 双方这可能是最后的21点9秒钟 果然是打两分 打两分要犯规 这个球必须要停 还是四个人占成一条线 这种接球应该说还是比较套路似的 果然是采用犯规战术 这回来是换着防守的人 现在把擅长进攻的我都换下了 而且刚才呢 这个韩国队是把这个控球好的李向敏 换上来 把李昌秀先换下去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又换上了李昌秀 我们看这个双方主摔这种斗法 也是值得一看 非常稳健 这是一个投手应该具备的速度 我发现他的滑球很不急 要把气调匀非常稳健的投票 第二阀没有中 现在是两分 两分的差距 也就是说黎瓦嫩队要是投三分成功的话 这时候是 韩国队最终是凭借自己完全的斗志 和他们的 出错的进攻防守 取得了最终比赛的胜利 谢谢大家 支持大家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本集完 帮忙 都不是 我们 感谢观看